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堂民9月19號的更新消息出來啦 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先來看一下 騎士他有些預告了大改版之後的新技能 第一招的部分的話是新的經濟 但是他不是第三經喔 他是由舊的經濟更新而來的 但是是更新哪一個經濟目前還不知道 那這一招的話可以讓騎士進入覺醒狀態 並且被覺醒狀態騎士碰到的敵人會毫無防禦能力 那毫無防禦能力的意思是什麼 目前還不知道 可能就是你的減傷啊 或是你的防禦會大幅下降等等的吧 又或是抗暈啊之類的 因為他這邊就直接翻譯成毫無防禦 第二招的部分也是更新招 不是新招喔 就是把舊的技能更新了 就是直反三的話 他現在的反頻又更強了 接下來還有一招更新的技能 這一招叫做轉擊 那這一招的話 是從舊的哪一個技能出來也不知道 只知道他是說技能 這一招的話則是迴避敵人的攻擊 並且向敵人衝鋒 然後立即做出反擊 然後反擊的時候是一定可以命中對方的 再來的話也是更新的技能 這一招叫做自豪 這一招是雙手劍的攻擊速度跟移動速度大幅提升喔 左下角這一招也是更新的技能 這一招叫做拆除 那這一招可以連續攻擊 你在攻擊範圍內的所有敵人三次最多啦 然後右下角這一招則是全新的技能 他這一招的話則是叫做群巢 這一招是範圍嘲諷周圍的怪物 接著又有新的一個變身 他叫做加羅 但是不知道說他是紅變還是紫變 嗯 事故以來女生好像都是紅變喔 好看完了騎士的一些技能之後 接下來9月23號的晚上8點 台灣時間就是晚上7點 會有騎士大改版實況 到時小屁也會來一起來做整理跟介紹 所以記得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然後就是 銀騎士村的活動地圖 持續到10月10號 這段期間 60等以上的角色 每天可以進入這個活動地圖 銀騎士村 安全區域的 一天一個小時 裡面會掉這個平鎮 那你60等以上的角色 每天打500隻裡面的怪 也可以獲得一罐龍水 平鎮的部分 他可以換的東西 有這個先鋒旗幟 先鋒旗幟是放在身上 可以拿到這個先鋒的稱號 減傷加2%跟減傷加1 再來平鎮也可以換成長支援箱 那成長支援箱打開的話 會給你戰捲一張 防禦捲一張 跟龍珠三顆 再來騎士平鎮也可以換 神秘變身娃娃 聖物抽卡 束縛聖水大罐的 高級變身娃娃 聖物抽卡 技能抽卡 守護石 純白萬能藥箱 武器訓練書箱 救護證書 10%成長藥水 龍鑽跟4B 接著就是9月23號的晚上9點 可以用700天幣直接購買3張TJ 分別就是 特殊變身覺醒 特殊娃娃覺醒 跟特殊聖物覺醒 那這3張的TJ的部分 我們之前有做過介紹了 所以之後要加碼的 應該就是9月23號的大改版實況 他會加碼 好了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韓服天堂院9月19號的更新介紹 你覺得星騎士目前公佈的技能如何呢 歡迎在下方的留言處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小屁LINE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喔 我是小屁 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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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